奋斗榜样 与生逢盛世的当代中国青年一起 一起来感受他们 在各自领域创造的不平凡的业绩 本期三情楷模发布厅 楷模世纪讲述人 慧贝娜 杨鹏飞 本期三情楷模发布厅 楷模精神阐释人 任小磊 在今年的陕西省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上 有一位青年代表全省受表彰劳动者 宣读倡议书 要带领弘扬模精神 劳动精神 公教精神 对标先进 在学中干 在领干勾选 后执公教文化 恪守职业道路 努力营造劳动光荣的 社会负责 他就是中国航天科技六院 7103厂的何小虎 别看他今年只有36岁 却是堪称业界大神版的存在 不仅是单位里最年轻的技能专家 国家级技能竞争裁判 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和青年五四奖章 这些荣誉都来自于何小虎的群技 那就是可以操作着庞大的机器 去实现只有微米及精度的竖控加工 它可以用直径为三毫米的铁棒 仅在三十分钟之内能刃磨出刀尖厚度0.3毫米的刀具 其性能系美几千块钱的进铁刀具 在一块材料上去除0.01毫米余量时 可以把这0.01毫米分三次走刀 然后很刀刀见晓 何小虎的这身真功夫啊 只要一亮出来 总能让人嘖嘖成奇 而它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它是火箭心脏钻壳师 何小虎的工作是用数控车床 为火箭发动机加工精密零物架 它至今都记得入职第一课就领教了 航天事业需要细致入微 当时呢有着航天钻头之称的 全国劳动模范曹画桥前辈 亲自示范演练 在直径一尺多的部件上 钻出了两千多个不同角度 不同直径的小孔 其中最小的一个孔 直径只有0.12毫米 我当时很惊讶 没有想到航天产品的架构 已经达到了这么高的精密度 我在学校三年的苦练 也只能架构几毫米 到十几毫米的小孔 那一刻我才深刻地意识到 那小陈一鸣合格的航天工匠 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学习 磨练技能 持续地提高自己 曹师傅让何小虎明白了 零部件的精准度 对于火箭发动机及飞行器 成功与否的重大意义 车前汗磨洗一丝不苟 但见新传器万无一失 责任感让何小虎沉下心来 向着自己的梦想 开始了全新的学习和磨练 整天就是趴到普通吃床上面 一趴就是一整天 感觉人就是很精神 从没有那种疲惫感 下班以后他都要在现场去看一下 别的师傅的加工的方法 刀具的刃膜是什么样的 别的师傅加工的活是什么样的 当他不懂的时候 他第二天就会问这个加工的师傅 这点是我进行最深的 何小虎始终记得前辈和师傅们 讲了一句话 那就是航天人要有干事的精神 他一方面学着钻销的专业技术 另一方面秉承钻研的专业态度 2014年 厂里采用一种叫做 尼乌合金的全新材料 生产火箭发动机 可是加工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平时锋利无比的刀具 在新材料身上根本不起作用 像是被融化了一样 试一次 败一次 最难的是新材料属性不明 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可能我的性格里面就有偏向虎山形的一面 我一直坚信 只要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 我们团队精神的协作 我们一定可以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 白天请教师傅 晚上去总结他们的一个方案 查找资料 去定一个新的技术方案 经常熬闹晚上十一二点 十二点之前没有睡过觉 就是这样 晚上做梦都在想着这个事情 怎么样去解决 何小虎那阵啊 就跟钻头一样 一门心思扎进了泥雾合金 直到这一天 何小虎突然在车间里激动地喊出了声 我知道是咋回事了 他指着喷零系统演示说 看 问题就在这儿 原来泥雾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较高的温度 而冷却液达不到降温的标准 这才导致高速转动的刀具 出现融化断裂的问题 不仅找到了问题所在 何小虎和团队还配比出了 专用的冷却润滑液 完美解决了加工泥雾合金的技术难题 申请到了厂里第一个国际专利 何小虎也正是因为 这次的技术公关深深地明白了 虽然工作频繁 但是同样可以创造出步伐 2016年 厂里要求何小虎和团队 生产一个火箭发动机的 关键零部件 产品的内径只有3.5毫米 而加工的精度 必须保证在8毫米之内 8毫米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咱们的头发丝 一根的直径大约是60到90毫米 而8毫米精度相当于是 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用砂纸去打磨 根本无法保证精密度 即使换成竖控车床 也无法找到稳定的操作区间 当时一开始 我接到这项任务前 我们已经有几批次的加工 也换了不同的师傅来加工 但是我们最高的合格率 也只有20% 严重支援了我们当时的 一个生产消负的减点 和我们生产任务的 一个完成情况 如何控制车床 实现微密级操作呢 工友们心里没底 何小虎眼看产品不合格 会导致火箭的发射进程延迟 他依然咬牙上阵 要跟这个挑战此刻到底 病毒承担的话 我可以提很多的条件 我说设备的精度不够 仓量的怀积不够 我们条件不够 不能完全满足我的一个加工需求 这可能不是我的原因 但是如果主动承担的话 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自己去解决 可能也是自己给自己不留后路 我主动承担了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返车 发现我们设备也是可以发挥出 超出他们设定的一个精度的一个范围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设备的一个上的一个偏差 精度最高的那个偏差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对我们发现找到了以后 我们一领路上一个可以实现这个精密加工的这种特点 经过了五十多次的反复实验 何小虎发现当预热达到五至六个小时 机床的加工精度将会稳定在最佳状态 这也是能够实现极限加工的唯一机会 当天何小虎在尝试操作的时候 深吸一口气 屏住呼吸 敲击出一连串的指令之后 机器启动了 一个 两个 直到第十个零件全部加工完成 结果报告出来全部合了 当时人都惊呆了 就一下子突然间就是全部合格了 当时心中是非常喜悦的 我感觉好像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产品的合格率从仅有的百分之二十 一架子提升到了百分之一百 何小虎用一个改进实现的是一个跨越 不仅解决了制约工厂十多年的生产瓶颈 还给公司每年节约成本近一百万元 面对一次次挑战 何小虎从不服输 要干就干出个模样 由他主导的公关团队 从2014年至今 先后解决了75项火箭发动机的生产研制问题 申请各类技术专利十六项 参与过载人航天 探阅工程 空间站等一系列国家 重大航天项目的技术保障工作 我一直认为我们青年人也该有一股多干事的傻气 和直男而上的勇气 多承担一项任务 就多一次锻炼的机会 多一次让人认可的机会 多一次提高的机会 吃苦的过程就在锻炼再提高 我们青年人也该不给自己设限 要直男而上 追逐自己心中的梦想 没想去努力 去奉努 对于何小虎来说 航天报国是他最大的梦想 他在自己的岗位上 用精密的小凌驾 支撑着大国重器 在青春一时代的双向奔赴中 以何小虎为代表的八万航天青年 正以青春之我 奉献航天逐梦太空 以无数个青春之我 奔跑成为一个奋发的青春中国 三 二 一 点火 我已出车 感觉热火 然后那一会的 追风赶月的青年人 笃形不带的答卷者 你用最细微的改变 探索未知 你以现身航天的情怀 将龙的轨迹划入太空 突破极限精度 追求毫厘卓越 以航天梦托举中国梦 梦想无限 步履不停 抬头仰望一次次星际穿越 绵延着我们的期待 也温暖着你的梦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何小虎 欢迎你 小虎 刚才听了你的故事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你身上那种永不认输 不怕苦的精神 我想从最当初 看着师傅在操作 到现在自己能够掌握了 尖端技术 那能不能跟我们年轻的 技师们传授一下 我们怎么样在自己 平凡的岗位上 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呢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 叮嘱寡大青年的那样 要带头立足岗位 苦练本领 创先争优 努力成为行业骨盖 青年先锋 说得太好了 我想不光是我们航天青年 需要这种激励 每一个有为青年 都可以从榜样的身上 汲取力量 那么为了鼓励青年朋友们 能够创造无限可能 那么今天现场 我们也想请小虎 给我们大家 发出一个倡议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那就是中国青年 让我们共同 以青春自我 贡献青春中国 在强国复兴的道路上 再临新功 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贡献青春力量 谢谢 我想让我们感受到了 青春有为的激情 更感受到了 胸怀国之大者的 使命担当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在一段 与乐共舞的表演当中 去感受不负韶华的 航天竹梦 未来可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能力 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无数的科研工作者 为了科技强国 在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们的青春 在创新和创造中闪光 在我们的身边 就有这样一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 他扎根西部 报效国防 在科技公关的赛道上 跑出了令世界 刮目相看的成绩 第一次被招募来当实验志愿者 这是让干啥呢 博弈实验 博弈 博啥呢 很简单 面对一个事件 人们会有很多种处理的方法 但往往都会做出 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对吧 得 我选择障碍 要不 三短一长 选长的 实在不行 就选C 这真没那么简单 有点像 性格测试 上前帮忙 会得到感谢 但很危险 离开现场 很安全 但会被谴责 那我必须帮忙呀 这才像 我 这好像人生啊 处处充满博弈 可是问题是 研究这个 能干嘛呀 一个人的选择 看不出什么 但当无数个人的答案 会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能找到 影响人们做选择的规律 掌握这个规律 作用就大了 举个例子 上班高峰期 如何分流人群最有效 飞机怎么进出港口 才不会拥堵 共享单车 怎么投放 才会让用户更方便 这背后都可以利用 博弈论提供算法 再往大了说 还能用在公共安全 甚至是国防科技上 不信 你们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让祖国的科技力量 更加强大 我们要让祖国的网络安全体系 越来越完善 蒸蒸的誓言 是深深学子们的理想抱负 西北工业大学的学子们 胸怀家国 兼济天下 却也热血青春 朝气蓬勃 而正带领着他们 将理论研究 用于国家经济发展 国防科技创新的领路人 也同样足够年轻有为 我们今天做的最后通牒博弈 主要在二位境格上 也就是说一个个体 可以和周围的四个 邻居个体进行决策 那么根据他的决策 也就是他的策略选择 可以获得不同的收益 基于收益 对他接下来的行为决策 有相互的影响 他叫王震 年仅36岁的他 是西北工业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党组织书记 国家保密学院 常务副院长 教授 在学院里 众多博士生们的眼中 这位导师虽然年纪轻轻 可在研究领域里 却是绝对的优质偶像 王震老师的这个研究领域 是在一个交叉学科 他的这个研究方向 可以说是非常前沿的 其次王震老师呢 也取得了一些 重量级的荣誉 比如说入选了国家洁青 并且王震老师也是 欧洲科学院的院士 而且王震老师 在许多国际知名期刊 发表了学术论文 比如说Science Nature的子刊 PNAS PRL 还有Tipami等 比如说在我入组之前 我就已经拜读过 王老师的许多文章 然后深受启发决定要进入王老师的组 让我用最通俗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这个年轻人有多么不简单吧 王震是国家国防科技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 先后攻克了人工智能 网络空间安全等领域的 一系列世界前沿科学难题 研制了多项群制集群系统 成功应用于国家重大任务 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 而我所说的这些 仅仅是他诸多成绩当中的一部分 在我看了啊 我个人真是感受 它只是个历史 就容易也好 讲象也好 它已经属于过去 拿到那一刻开始 已经开始是个新的起点 接下来要面对接下来的人物 每天都有挑战 每天都有任务 就是要做好规划 不能把它做一种 可以停下来啊 可以歇息的这个资本 面对令人羡慕的履历 和诸多耀眼的荣誉 王震淡定而冷静 可是如此光鲜的成绩单 早已让他在学术圈 有了选择的资本 但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 决定归国 初期那一刻起 我就很明确了 因为初期的时候 我拿到offer很多 如果我留在那儿 可能就是说 生活会简单一点 那么你就做科研就行了 其他的薪资各方面 确确实实会不用太担心 但是想一想 人活着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记得特别前期 我上初一的时候 这个美国轰炸 莱斯拉夫大使馆 到初三的时候 这个到南海短机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国家要真正强起来 比起的科技性强起来 所以我那时候 我洗完之后 我记得我还是要回国 怀揣赤死情 立下报国制 王振说 我的根在祖国 他2016年回国时 又多次拒绝了北京 天津 和多个东南沿海城市 抛出的橄榄枝 最终选择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 扎根西部 但为什么要到这边来 也是有很多种原因 第一个 回国之后 总得对国家有用的 那么怎么能对国家有用的 第一 你要体现军工情怀 家国情怀 对我们国家来说 我们的科技上什么 我们的国防上什么 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 是非常稀奇的 也是对我们来说 也是很好的一种报国的方式 第二个就是扎根西部 来了之后 能把我的所学 所研究 跟咱们国家的需求 结合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是真正就跟我说的一句话 我在学里边 流淡了小米的戏范 曾经深耕于基础科研的他 在回国以后 一直在思索 如何把基础研究 与工程应用 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何与西北工业大学的 航空航天 和国防工程背景相结合 在空天一体化 和空地一体化上 能够让研究更深入 可以更顶天 也能让研究 可以结合国家需求 国防需求 国民经济需求 让科研更立地 到西北工大之后 就得做一些 跟这个别人尽可能不一样 同时能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国民经济需求紧密结合 我是本身做博弈论的 博弈论主要是做 人怎么做决策的 比如RFGO RFZERO 为什么做这个决策呢 就是人的认知的原因导致的 可以用无人系统结合起来 就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路面上 有一辆无人车 它何时停 何时加速 何时减速 何时如何过交通灯 是吧 这个很容易 但是假如路面上 现在有十辆 一百辆 一千辆 一万辆无人车 你怎么办 那这时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巨大挑战 这时候我可以找我们 博弈论里边一些方法 一些理论以及体系 怎么应用于这些国家 比如说变道的时候 是怎么变 过红利灯的时候 它是怎么过 那保障不碰撞 那么这就是给我们的 国民经济 极密结合 王震热爱创新 也享受挑战 在他看来 要彻底解决一个科研难题 不是某一个学科 能单独完成的 那么就需要 让自己一直以来 研究的领域 不断与其他的学科 和领域交叉融合 碰撞出新的火花 习户大的无人机很厉害 如果只在无人机上转 那我们可能转得更好 但是空中有无人机 地面有无人车 水面上还可以有无人船 这个水下还可以无人船 所以我在讲一件事就是 假设我们现在在空中 和地面来做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来协同 内部有协同 外部有对抗 我怎么样来 它完成一个追逃博弈的时候 使它的时间消耗 比延来能速达 比如说30% 那么它的准确力 能达到90%以上 这可能就是我想 在一些任务里边 想追求的 国防科技视野是辉煌的 又是神秘的 它的神秘需要用 无私的精神支撑 用奉献的精神坚守 而在同事和学生的眼中 王振高光的成就之下 拼 这是它最显著的标签 他带我们开演讲会 经常讨论到半夜 虽然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认为是值得的 因为他一直把握 学术最前沿 在多阵地博弈方向 带领我们攻克 一个个世界难题 在日常的工作日中 就是它会比我们来得更早 然后走得更晚 令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有一次 他去外地出差 然后大概是晚上十点多 到了西安 但是他十一点半左右 还是来到了小岩市 询问我们这个实验的状况 可能我们这个年纪 是拼搏的年纪 但是他的拼劲 相对于我们来说 是更胜一筹的 王振长说 做科研啊 确实是枯燥的 所以才要耐得住寂寞 甘于坐冷板等 这些年 为了尽快解决 国防安全领域的 重大公关课题 他的生活 少了太多的调剂 在科研攻坚时 他经常在办公室的 折叠床上休息 第二天继续工作 因为他太明白 国家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只能脚踏实地 没有捷径可走 有一段时间 我为了完成 项目课题的时候 当时为了讨论这个计划书 我们老师家学生 十几个人 前前后后 就在会议室 整整讨论了两个月 就白天一直在讨论 晚上有的时候 讨论到两三点钟 很正常 会争吵 争吵到面红我的事 有的是为了一个词 也会这样 仅仅是为了 把问题说明白 自己的一份责任在里面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在突飞猛击 是吧 慢了 可能真的就辜负 达赫人民的 王震带着一股子韧劲 在科研最尖端 为祖国破局开路 在拼搏魔力中 彰显青春的风采 为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注入青春的力量 对于我们中国广大科技工作人员来说 我们还是要狡猾实力 心怀国之大者 围绕我们国家卡布 这问题而努力奋斗 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爱国是你的成功秘籍 奋斗是你的青春底色 你是时代的造梦者 追梦人 你把青春华章 写在了国家安全的大地上 无问西东 赤子情深 勇闯科研路上的激流险滩 更续创新奋斗的精神血脉 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 担当主力军 浩瀚的科研星空 你是这个五月闪亮的星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王震 感谢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事业 做出的卓越贡献 刚才我们看到你这一路走来 是获奖无数成绩斐然 在普通人的眼中 你就是科技大神 那我想其实大家也特别想知道 在生活当中 你是个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就是一个 再普通不过的高校青年教师 每天会把70%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科研生活中 当然在周末的时候 也可能挤出一点时间来陪伴家人 但是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乐意爱好 有什么爱好 打篮球 打乒乓球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年轻人会面对很多选择 那比如说当他们面对内卷 躺平的时候 你会给出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但也能反映出来青年人的焦虑 青年人是这个社会中最具有朝气蓬勃的力量 我们应该积极投身到青春奋斗的浪潮中 有如下三点建议跟广大青年朋友们共勉 第一点就是要坚守崇高理想 把个人的规划和国家发展 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而真正做到心怀果汁大者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要发扬优良传统 摒弃浮躁 真正做到干一行 爱一行 要善于也要干一做烂门的 同时也要相信能干出好成绩 那么第三点就是强化学习能力 从而来真正做到不负时代 不负烧华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贡献青春力 奋斗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 行动是青年最有效的磨砺 获得陕西青年五四奖章的 中铁隧道局 影汉继位岭南绝境项目部 就是一支充满青春力量的团队 他们把一个个世界难题 变成了一个个世界记录 用年轻的臂膀 担当起了新时代的重任 一座城市有了水 就有了灵气 有了故事 为了调引汉江之水滋润观中 陕西的引汉机背工程 就像一条丝带穿越秦岭 横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 连接陕南和关中两个地区 每年将调度15亿立方米的 汉江水到关中 满足渭河南北两岸 以前400多万人的生产 和生活用水需求 48岁的刘明军激动地垫高了脚尖 努力昂起头 虽然站在后排的他 被同样激动的工友们挡住了 可这一天是刘明军进入项目组 八年以来 第一次手上不沾油泥 脸上干干净净的合影 自从刘明军加入引汉际位 岭南绝境项目部保养班 他的工作很特别 别人忙碌 他们等着 别人一停下来 他们就要冲上去 主要的就是要保证 射笔的正常运转 包括液压系统的油管 特别是对工家安装的射笔 特别抢修 有些研磨地方 所以是炸坏油管 炸坏射笔 相当严重 有可能生怀 也要保证他们射笔的正常运转 刘明军和工友们 每天要进入的 是一个深埋在地下 2012米的世界 这相当于从地面向下 有600多层楼那么深 工友们 每天需要用一个多小时 到杂工做地点 先是坐大巴车进洞 再转乘小火车 然后还要在四周 全是岩石的幽暗环境里 步行穿过一段通道 隧洞里 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管线 下面是不断涌出的地下水 刘明军和工友们 必须跳进水里 才能展开检修 我们基本上人在对面 都听不到说话 耳朵那个扎音相当大 机器震动大得很 开始一上来 还有一点不习惯感到心经 崩瘦的那种感觉 岭南TBM是其中埋伸最大的一段 岩石强度最高 岩爆最强烈的一段 被称为整个银汉机位 秦岭水动工程建设中 最难堪的一块硬骨头 这里边没有四季 我们这里一直过的是夏天 这个动作是最高的是能达到40多种 我们说的就是温泉还带硫磺味 眼睛都睁不开 眼睛有种那个糊辣糊辣的感觉 这一个一个板下来 出去一个眼睛都是红红的 特别说我们兄弟干活出来了 就是这两个眼睛 其余全身都是游泳 与这恶劣环境熬战的 除了保养班 还有绝境班 皮带班 抽水班 有鬼运输班 无鬼运输班 刀具班 养道班 综合班 一共九个班组 每个班组虽然任务不同 但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 要时刻挺身向前拼在一线 我们的工作都是很难 你想每天能够坚持下去 真的还是不容易 每天都有皮带断 大家很辛苦 晚上就是大家都休息了 马上一通知皮带断了 人员又穿上工作服 又穿上衣服 带着安全帽 又赶快进去 接皮带 一动就是十个小时 早几班这块呢 辛苦的它是高温 更高 因为它进去以后 可能有一股热气 它可能一下就晕了 饭的时候 我先用那个水 整个清理刀盘 降温翻刀具的时候 把整个身子 全部都是在水里面泡着 人差不多是蹲在那里了 但是直不起腰来 这张双脚被水泡到 大面积红肿的照片 对岭南绝境项目部的人来说 终身难忘 那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2016年2月28号晚上11点左右 绝境机机头周围的岩石面 突然崩塌 四面八方的泳水猛烈喷射 出现了特大的泳水险情 调度室警铃响起 对岗机里紧急呼叫 三厘米 三厘米 就剩下三厘米了 绝不能超过警戒线 绝境机不能被淹没 掌声面水量就急剧攀升 原来的三百方每小时 瞬间飙升到八百方每小时 来的时候用水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在干工作纪念最大的池 当上水涌起来的时候 慢慢张起来 嘴巴就一定到头顶了 这种情况是看到相当危险 人员就只走到上面行走了 洞子里面是没法走了 车辆也没法行走了 开足水泵不停排水 就在积水慢慢退去 大家看到希望的时候 三月二十一号晚上 碎洞又停电了 积水再次以两倍的速度 涨了上来 在这最危急的时刻 一个个工友泡在水里 只听到有人领着耗子喊 一 二 三 大家拼尽全力 共同吼着 起 所有人拼上了血肉之躯 用肩膀硬生生的 抬起设备 最终就是利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这之间的时间 将这个设备全部抬高 最终了就缓解了咱们这一段 提名组装动的压力 最终了不到毕业 延缓凝毁的速度 扔掉了六台 八星火候 首先开始是装泵排水 那可以堵来这几个洞口 一号 二号 三号 全往外沉水 基本上是我们 五分钟是走过来项目 终于特大泳水得到了控制 绝禁机保住了 七十五天的奋战里 两千多人参与抢险 很多人连续六十多个小时 泡在冰冷的布满碎石的泥水里 六十多个小时 没有离开 没有休息 哪怕是双脚被被泡到红肿 哪怕是身上有了溃烂 却无人退缩 碎洞里的危险 也不止于此 彭良带领的十九人的绝境班 冲在最前线 他们是离眼报危险 最近的班族 最危险的应该是咱们的决定班 因为每推进九十公分要离平枕架 在离拱之前 这个空间的时候 你害怕这个烟爆 害怕石头掉下来 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事 那个烟爆啊 就是当时突然就要天风地雷的响 就要打仗 那里面那个一家轰了炸了 到处就是乌烟瘴气 谁就看不起 那个烟爆那个冲击波 它可以一爆之后 那个爆炸 那个冲击波 能把人直接冲倒 那个身体贴不大 那冲击波也是相当无限的 那就是商铺之户嘛 因为防炎包穿的防弹衣 还有头上戴了个钢盔膜 即便戴着钢盔 穿上防弹衣 加强了科研监测预警 可绝境过程中 每天多达六十余次的眼报 这对工友们来说 那就是生死考验 大家嘴上开着玩笑 跟伙伴们说 万一出事了 往后帮着照看家人 这轻描淡写的话语背后 却有着他们最深的点念 我在这里干了八年多了 已经五年零三个月了 春节期间很少回家 就去年回到春节回家 有时假每年只会自家 哪个出门在外互相家的 铁背相家 兄弟都回家了 也打开视频 唯独就去外国 再看到父母那个头发都白了 想起来个 心里真的是很难受 亲爱的爸爸妈妈 老婆 孩子 你们最近还好吗 一会儿我就要下碎洞了 赶紧交代几句 爸爸 妈妈 你们平时啊 别老是想着省钱 多买点好吃的 别总是亏待自己 老婆 家里的活儿全靠你一个人 有啥委屈 你跟我说 我给你发红包 我不要红包 我要你赶紧回家 我是委屈 上班要忙 回到家 大大小小的活儿全得我干 孩子生病了我一个人 家里遇到急事了 还是我一个人 这些我都能扛 每次最委屈的是 听说洞里又发生延报了 我急得赶紧给你打电话 就是打不通 你就不能给我报个平安吗 你知道我有多担惊 你知道我有多担惊受怕吗 我怕 我怕你再也回不来了 我怕 我怕我再也 见不到你了 老婆 说实话 说实话 延报的时候 那架势我也害怕 有时候真的感觉像是 又捡回了一条命 可是 我们这群人 怕的不是挑战 怕的不是危险 怕的是不能完成使命 我们必须把这个项目 做得漂漂亮亮的 让它在世界上 也叫得上名号 我相信你 我等着你 我和爸妈还有娃 等着你 回家 当时发生眼报 跟她联系不上 跟她联系不上 我就想第一时间 知道她的安全情况 都不敢往后想 当她出现安全事故 后会怎么办 不敢往后想 手上当时没有给家人说 不敢说嘛 当时我正躺在医院病床 马上要进入手术嘛 大概是晚上八点多吧 我现在一看 就是妻子来了嘛 我看见她 她眼睛 我一下子就满年那个 四人前了 每次看到他们 大巴车 金洞 慢慢地 往洞里面走的时候 我们也是非常牵挂他们 家人在牵挂 可是使命在召唤 一批批 陕西引旱继位工程的建设者们 从不退缩 他们为了实现距离最短 投资最少 对秦岭地区自然环境 影响最小的设计 迎面人类史上 超高难度的工程挑战 更是以先进理念 保护秦岭生态 设计了过霸鱼道 建成了鱼类增殖站 为汉江流域 水生物多样性 培苗欲种 将引汉继位 打造成了生态样板工程 陕西引汉继位 秦岭输出水隧洞 岭南绝境项目部的 六百多名隧洞建设者们 从秦岭底部 洞穿中国南北分界线 最终换来长江与黄河 在陕西的牵手 是奇迹 是史诗 为我国乃至世界 类似工程修建 提供了陕西智慧 为陕西高质量发展 增添水动力 增添新势能 他们在青春的赛道上 跑出了当代青年 最好成绩 山高高不过天 地大大不过天 天大的是既定叫安全 保护全家万户 既定相远 国内外众多院士专家 行驾该工程委 综合难度 世界罕见 非常惊讶 是所有这些地址战害 它都全算起了 而且都是非常的严重 总共是4088的时间多 它集体肯定 因为我认为是一个 大家心往一块石 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 大家奔着同一个目标 想着把这个洞子打通 就是有共同自豪感 荣誉感的这种一种团队 这个项目 给我感觉就是像家里面一样 我在这边就参加了 吴宗廷工作室 然后让我学了很多技术 因为里面有我的兄弟 还有我比较热爱这份工作 我也需要这份工作 必须坚持 我就是陕西的 为了我们陕西人的这个 沿水很自豪 我也自己加上加油嘛 干专家 来自祖国各地 扎根地下两千米 攻坚克难 承载自强不息 向前推进世界难题 你用青春的双肩顶上去 让时代见证 中国奇迹 生逢盛世 当不复盛世 生逢其实 当奋斗其实 你是朝阳 照亮那穿越的十二公里 你是河流 让岭南的春水 奔流 不息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中铁隧道局 影汉继位 岭南绝境项目部集体的 代表 黄俊阁 欢迎你 黄金律 刚才看到你们这个集体 用青春的力量 去挑战世界难题的故事 真的是让我们 非常的感动和敬佩 那我们也想知道 每天面临这么艰苦和危险的工作 为什么大家始终敢于冲在一线 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 我们不怕流汗 也不怕流泪 尤其是看着贯通的秦岭隧道 感觉到之前一切的付出和努力 都是值得的 谢谢 感谢你们的心情付出 那我们知道现在 秦岭输水 碎洞 已经全线贯通了 那下一步的工程计划是什么呢 要给大家带来的好消息是 预计2023年实现通水目标 那时每年15亿立方米的汉江水 将通过秦岭输水碎洞 源源不断流入关中地区 润泽三寝大地 好 谢谢 我们也期待着你们的好成绩 在今天的榜样故事里 我们结识了不同行业的青年榜样 在他们敢拼敢闯的青春故事里 我们看到了时代赋予青春无味的底气 青春回馈时代有为的志情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 《奋斗者正青春》的情景音乐剧中 去感受中国向上的活力 你说有两个字能代表明天 这世界因它渐渐改变 纯粹的梦 出现在浮小之前 化作一缕朝阳落在我指尖 问过时间哪里才能找到终点 年少的誓约和诗才能兑现 何必迷惘 何必一直住不前 梦想的争途也不算遥远 眼睛里有过几路万千 勇往直前是抵达的条件 答案我要再说一遍 我的一生不敢淹没在茫茫人上 用你奔跑 听不下勇动的心跳 我回头 就算人都会变老 因为梦想 借着全力 得让的眉心 沸腾着我满强的热血 星光闪烁 升起了熊熊的火焰 回头 梅想着拥抱明天 未来的路 属于我们 青年 这是我们的故事 它始于一个梦想 一声召唤 或是一次勇敢的启程 我们的时代一同前行 改变 创造 追寻前所未见 2022 一个速度与立场时刻共鸣 一个超越个体 从一到无限可能的品牌闪耀计划 为更好的我们而来 让世界读懂我们的故事 闪新名片 品牌闪耀计划 你看怎么跟随你这么多年 我没有功劳也有功劳 你对我 你还有价值吗 我有 我一定有 海哥求着你 欠不欠 欠不了 看谁呢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 我起码看的是我 是我妈妈妈 让我打两个电话 帮你重视 那你干真的 你现在打人电话呢 慢点 我没有 汇聚能量 距离美好 山西广电融媒体集团 推出山西名片 闪耀中国大型融媒策划 一场大型IP活动 蓄势待发 一项品牌形象提升计划 争侠也待 一系列全年立体传播 震撼来袭 打造企业专属名片 主推山西高质量发展 帮助电信诈骗 涉案团伙浮出水面 无声战斗 悄然打响 民警寻线追踪 帮信洗钱嫌疑人 看他们精准打团伙 倒窝点 断链条 顾客吃面 却被打得头破血流 民警介入将如何处理 打击犯罪 他们义无反顾 化解矛盾 他们始终在前 5月26日21点10分 正法风采之警察故事 为您精彩讲述 我们办时代一同前行 改变 创造 追寻前所未见 加入陕西名片 让我们与时代一起 在世界的聚光灯下 再一次启程 陕西名片 品牌闪耀